今天最後一粒不想飛機前 然後決定要來這個泰國的麥當勞開箱 首先有什麼呢 它有咖喱飯啊 吃牛 也可以加餐 天啊錯過了那個粥 不要緊了 有機會再吃一次 我們點了其他東西還沒來 然後是甜品 Pancake雪糕 所以我現在要先吃它 賣相是火靚的 但其實它不只是熱香餅 然後上面淋了雪糕 味道完全大家可以想像到 熱香餅的味道 加了麥當勞的朱古力Sunday 上面淋的不是花生 它就不只是朱古力脆脆 好不容易用 因為它是冷熱膠溶中 現在是 這個就是bacon cheese 薯條 然後呢 點了三個醬 這個是Italian Dip 這個應該是非常泰式的 這個就是普通的沙拉醬 本來我們打算點什麼 cheese garlic 但是它說沒有 非常可惜 然後呢 有個咖喱牛肉飯 然後呢 我期待了很久的一個蘑菇 以為是蘑菇批 但是原來是雞批 再來就是菠蘿批 OMG 第一次吃 然後呢 還有兩個Burger 薯條先 偶通的薯條 但是它這個沙拉醬 是麥當勞的那個沙拉醬 還有香雞包裡面會有的 那個白色的菠蘿批 接著呢 就是Italian Dip 不知道怎麼變成Italian 法呢 Dartan Air 對 就這樣添到醬 它好像不完全是添到醬 對 應該多了一些香料味 好 先試一下這個非常泰式的那個醬 是泰國的味道 平常吃燒雞燒魚會碰到的那個辣的那個醬 其實所有的食物 只要淋到這個醬 就是泰國的味道 這個Origin就是芝士 Bacon芝士最好吃 而且我非常欣賞它的芝士 稀身一點 所以它不會那麼快變成一塊塊的芝士 然後呢 就吃飯了 我想說它的牛是Burger來的 我先試一個醬 都是辣的 咦 但它不是咖喱 它是香港的黑椒牛肉飯的那個感覺的醬 它有一點點不同的好像 我試完這個Burger才會知道 玫瑰芝士烤雞Burger 它的牛味蠻重的 你看看真的很漢堡 但是吃下去呢 比Burger裡面的那塊漢堡扒更加有牛味 我覺得應該是不同的 很大 不過 我覺得這個飯真的蠻好吃的 但是 它實在太像豚飯 是不錯吃的 但我覺得它可能差兩塊青瓜 好 吃這個呢 看起來平平無奇一個 看起來好像漢堡包 但它是豬的Burger 但它的材料跟漢堡包一樣 感覺跟吃漢堡包沒有大分別 我個人比較像牛的Burger 我覺得它還不太正常 我真的想起歐洲的Burger 真的很難吃 它賣相都是將軍漢堡 然後加一塊蛋 不然它也是豬 然後加一塊 將軍蛋漢堡一模一樣 沒什麼驚喜的 不知道有蛋漢堡 接著就是雞皮了 很期待啊 因為它有肉 它比普通的甜的 但是它細快了很多 但其實裡面的料 切得挺碎的 它不太感覺到 菇和雞肉的全身 其實它是一個很creamy 很濃味的 有菜的料理 然後很香 一些胡椒味 不可以說很特別 你不肯定是否剛剛推出 但是它有一個另外的菜式 這樣展示出來 好 接著就是菠蘿皮 這個菠蘿皮 這個菠蘿皮 都是小一點的 好香啊 我已經聞到它 是好吃的 它裡面的菠蘿 超黑滿 其實我本身很喜歡吃菠蘿的 但是我覺得它放進去之後 有一點變成蘋果皮的感覺 算好吃 但是我個人不太偏好這一隻 是一個質地的菠蘿 任何形式的菠蘿我喜歡吃 但是這一隻我賴喉 你覺得好吃? 在想像中好吃 因為你剛才說 是很像蘋果皮 但我覺得它是好吃的菠蘿皮 因為它是喜歡吃蘋果皮的人 我覺得它有一點變苦了 因為這個菠蘿皮 所以為什麼我說像蘋果皮 就是因為蘋果皮那個 那個鮮靈芒 是有一種 對我來說有一點稠稠的 所以我不喜歡 我們再追加了一個辣雞包 究竟是不是脆辣雞腿包的朋友呢? 好 我覺得味道應該都一樣 就是脆辣雞腿包 但是它第一次吃的時候 有0.01秒 我有吃過泰國泰式 它的雞肉是很細塊 脆辣雞腿包 完 這個就是我隔壁的朋友 從來之前已經說到最後一天 說一定要吃After You 但我們每天都沒有時間 我們終於來了 但比想像中它不滴下來 好像玩具 它的冰很綿 它的冰 白色都是完全脂肪的感覺 但是青芝士味 creme cheese的 brand 是很開心 很過癢 那東西 一口停不住 太好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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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管你每天都要吃 裡面的底部全部都是芒果 看到了 看到了 我們已經吃了一陣子 但是它還是不用了 我懷疑它的冰 是不是整塊芒果糯米飯 打成漿 再變成刨冰 這樣刨出來 不然怎麼會 一直都是這麼綿密 它是完全沒有用過 它是掉下來才變成水 就是它完全是固體的狀態 好誇張得超好吃 其實剛剛吃過麥當勞 真的覺得普普通通 然後不是特別好吃 正有一點失望的時候 突然又吃過這個冰 啊 開心了 吃一口也覺得開心 好了 回房了 了